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谭苏宜亮相某品牌活动 造型还是熟悉的甜蜂 清爽的发簪和淡妆 很适合谭苏宜的造型 现在的演艺界都在追求全面发展 跨界尝试唱歌 跳舞演员也不稀奇 谭苏宜被主办单位安排 与男艺人同台现场 即使身着高跟鞋 谭苏宜的身高也刚刚的 到达男艺人的下巴 两人同工后身高差距明显 台上的表演也有一种 在拍电视剧的即时感 谭苏宜牵手的瞬间 更是令歌迷兴奋 除歌舞表演外 谭苏宜当晚最主要的参与环节 便是还是关于拍戏方面 以自己一部作品的亮相 就是有底气 而且谭苏宜也是顺利获奖 这是她付出努力最大的肯定 看看谭苏宜上楼领奖 笑得有多灿烂就知道了 作为演员 等着这样一段被赞许的光阴 给谭苏宜颁奖的嘉宾 正是之前热播电视剧 李爸的扮演者 无论是巧合 还是涉嫌安排好的二人重逢 这一幕都让观众们很高兴 谭苏宜也特别的敬重整备 一直站在身边 想要把话筒尽量的让给李爸 相识的气氛 也变得轻松起来 摄影家拉近距离 来个怼脸镜头 谭苏宜脸上的婴儿肥 遮掩不住啊 在谭苏宜侧脸被抓的时候 下巴上一层肉肉的 看着很喜庆 而客人在说话的时候 谭苏宜却站在一旁 露出了俏皮的名嘴表情 还被摄像机给拍摄了下来 不得不敢看啊 像谭苏宜这样 形小的长相 做这些可爱小女孩的表情 真的是慈毫不违和 更不会让人觉得做作 而是有种浓浓的少女感 平时看多了 明明性精致的照片 再偶尔看到 活动现场的原相机画面 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不差钱嘛 但谭苏宜以抄家的肤色和精致小巧的容貌 打破了大家固有的印象 不仅面颊白皙 无瑕疵 笑颜如画 连眼闻 法令闻都没有 谭苏宜可以出一个保养的秘诀了 随着曝光率的增加 谭苏宜出现在许多公共场合 以让更多人感受到她那独特的个人魅力 既有活泼阳光的一面 又有细腻的感情 妥妥的宝藏女郎 尽管谭苏宜走猴时年纪虽然稍大一些 但好在颜值能大 性格也不错 大气晚成的例子不少 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有更多的上升空间 国际盛典谭苏宜 白敬廷牵手甜蜜合唱 想见你上热搜 两人同台像极了偶像剧 人格美歌甜 看得台下人一脸无名无笑 你以为他们是第一次合作吗 早在《旋风少女》中两人就有过合作 一个是温柔体贴的初原师兄 一个是鬼马精灵范小莹 可惜啊 他们的对手戏很少 而且内部谭苏宜的官配是无来地理 后来在一档节目当中 谭苏宜与白敬廷身为一组组员 虽然那个时候有为大轩这个电灯泡 但是啊 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简直不要太扬眼 那时候我就觉得谭苏宜和白敬廷很有CP感 希望能够再次合作拍戏 没想到惊喜来的猝不及防 白敬廷谭苏宜主演的单元剧 《我们的新时代》 只因为有家 在浙江举办了开机仪式 对于两人时隔多年再次同行合作 网友直呼期待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凡是与谭苏宜合作过 或者有机会同行的男演员 他们站在一起都超有CP感 任家们作为已婚男士 和他合作后啊 我都忍不住KOCP了 还有张星成 两人在奇妙小森林里的互动 真的超级有爱 还有刘浩然 吴磊 虽然年纪比他小 但是一点都不妨碍咱们磕姐弟恋 不得不说啊 谭苏宜更男演员的CP感超强的 最后猪眼谭苏宜小姐姐发展越来越好 和白净婷的新剧能够尽快开播 我要继续和白松甜蜜CP加油哦